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视灾厂新低 也都是 但是做得多久就多久了 在我心目中 我其实没有了这个负担 是的 已经没有了这个负担了 因为未来23条 能够做得到多少 到时才知道 只不过现在依然是日做 日做 日做 这个也是我的工作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做好些 但是过往很多原因 现在搬了网台 有一个前网台的高手 他会加盟的 拍月份 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令我做得好些 至于创作的东西 就交给那些年轻人 其实那些年轻人已经把我们的台 改了很多了 看看之后能够做到多少 就另外一件事 说回今天 今天早上最主要的第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就是李毅 大家要知道之前李毅是多么凶狠 他说要武统台湾 24小时就可以在台北街头那里喝咖啡 4个小时就可以摧毁整个美国的太平洋的军事基地 包括关島 更加说一定要武统 甚至牺牲1亿4千万人 都一定要把台湾收服 甚至最新的直接这样跟习近平叫板 他说如果你不能武统台湾 错过了这个时机 那麻烦你这个政党 收贡 换政党 换政权 换人 说完这番话 当天我说完之后 我都很激动 为习近平指明方向 只有李毅一人 李毅是什么人 李毅其实就是从来都好 在整个中国网络上的大V 他们叫做 即是有影响力的人 这些网络大V 他并不是建制里面 即是说他不是胡锡进 胡锡进是建制里面 变成在建制有影响力的 而这些好像金灿明 号称国师 其实是一些经济学家 或者一些学者 当然是亲共的学者 甚至你看到林毅夫 这些全部都是 这样 李毅其实都是同登的身份 但是李毅能够讲得出话的 其实就是武统台湾 是一个极度强硬派 他只要讲这些言论 在网络才能够有声音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来到今时今日 你看不到中共封杀他 那个胆越来越大 这次直接跟习近平说 中国为了面子 他默示了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的言论是怎样的 即是说全世界有181个国家 是承认一个中国 即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我们是有邦交的 而直接援助的有120个 即是有61个国家 他就不用我们中国帮忙 他说你120个国家 即是非洲贫穷国家 他们每一次每一年 得闲无事就来北京 跟着就大喊一声 我们支持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原则 跟着我们中国就给钱 说出事实的真相 每一次三五日 没钱 就来摊大手板 问中国拿 每一次到北京 只是说一句话 就是支持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跟着为我们中国的一个中国站台 跟着就每一年不见两三百亿 就这样冤大头 送了出去 他说如果中国不能够武统台湾 即是我们已经七十几年 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你又不将它统一 你又没有本事将它统一 他说即使秦朝汉朝唐朝最强大的时候 都做不出这些这么冤大头的事 由头到尾就是面子工程 只把口 哇 是 这番言论 如果我是习近平 我不懂事动 你就有鬼了 你没有听错 他真的很恶地说 现在这个就是真正的事实 如果你不能够实现祖国统一的 你就不要说 你说 你就要做得到 你做不到 跟着就被这些这样的窮国走来抽水 不停这样说 你给钱我 我支持一个中国 啊 中国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他直接就这么说 现在大陆有句说话叫大冤肿 他是直接点出了现在中国的困局 和真真正正的真相 真相就是你没有能力 没有统 但是你又不停在那儿打飞机 说台湾是你的 跟着给这些这样的小贫穷国家 他们就向你埋手 跟着就摊大手帆 问你拿 我 而每一次中国见到别人一说这句说话 很开心 跟着就给钱 说这些真是厉害 就是我没有想过李毅到今时今日 这个网络大V 是讲出事实的真相 也都真正这样叫骂着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喏 不要说我煽动 这些完全是李毅说的 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是这段这样的义政延迟的短片 到今时今日都没删 那我问李毅为什么可以这么够姜这样说 他究竟是怎样 因为事实上在军方背景 是真的有一把叫做急筒的人 他们很想真的 而他是民粹主义 他这班言论也都真正这样得到 就是很多的小粉红支持 所以如果你删的话 是不是就是不好痛 如果你不删的话 他会发烤得越来越大 他就会不停地落中国的面 他由头到尾 他说来说去就是你现在为了面子工程 你就做大冤肿 你就不停试水 说到这里 真是要喝杯茶 吃淡包 今晚一人不收声 都讲中国问题 那当然了 很多人买大肥 你讲来讲去都说习近平很笨啊你 没办法 现在不是我说 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就是连李毅都说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追踪私下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说是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我点了 需要大家支持 就是某种程度上 是有一班不满习近平的人在后面撑台 如果不是的话 你比天这么大个胆 李毅都不会说 因为后果很严重 只有某一部分急捧的人 或者军方的人支持 李毅这种声音才会越叫越响 那当然也都不停地削弱着习近平的威信 当你没钱的时候 这些事会陆续发生 就是很有可能有些人 开始对习近平不满 就是每一次 哇 非洲国家一讲一个中国 接着中国就给钱 当现在中共越来越穷 兜里没钱的话 这些声音只会越发越大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追踪 订阅 说了 说得太兴奋了 拜拜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二十几年 为十八至四十七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港币十五万内 无需瓦斯成绩 我们为十八到三十一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办理劳工顶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五十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就快点找Kristi啦